女的 一个女的要进ZGDX战队 跟我诚哥同志同志同志同打比赛 真的假的 真是个女的 我的个娘啊 女的大职业 这ZGDX 是不是疯了找不到人呢 随便找了一个名不见经官的小主播 来接替名神的位置 还是个女的 女的连你妈都能到 怎么不能打比赛 国服第一玉藻前加入ZGDX战队 这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开始 继北美赛区第一次接纳女职业选手 进入决赛后 中国赛区ZGDX紧随其后 或竞圈养殖场也转发了这条 你知道麦琳到底什么懒 他凭什么可以接替名神 麦琳表示 打职业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 他也不太懂为什么以前一直是男生 站在这个游戏的巅峰 定职业 如果真的想去做 女生也不会做得很差 有完没完 心中单是你们家亲戚 话这么多 人也不是你家仇人 刻薄水啊 闭嘴 让得我头疼 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来报到了呢 嗯 听说还带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畜生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到 劳烦队长大大帮我开小门 好的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啊 谢谢 我是头眼啊 不对啊 诚哥 这不是我店的外卖啊 我到ZGDX报到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诚哥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了 还有我再打 微博删了 过 微博删了 我不 再说最后一次微博删了 你先道歉 永生之年从来没有看到诚哥被对 为新来的小姐姐双击666 对啊 厉害 厉害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童谣 传说中十九岁登顶国父第一 二十一岁单牌上韩服京都之主 站在百分之九十九男生肩膀上的 天才重男少女 你就别念通稿了啊 过了过了 瑞哥 不管怎么说啊 从今天开始童谣就正式接替名神 成为我们新的签讯中单了 欢迎 虽然你可能都认识啊 但是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商单 老猫 它是一个在游戏里 比肉的辣味面脆皮色色发抖的 来来来来 直男 欢迎欢迎 就是反射糊有点长 你稍微别介意啊 反射糊长你说谁呢 不好意思啊 最近那里有谁 没事没事 这个呢是辅助 叫他小胖就行 同类奶妈 一个纯粮无害的肥宅 说我宅可以说我肥就太过分了 我只是比较弱而已 小姐姐好啊 有事别着急 没事咱们俩可以一起双排 没问题没有点 那位呢 就是老K 我们的打野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商业 老K 有他在 明显可以在对面中单面前 肆无忌惮地横着走 那是因为有名神在 如果是换了别人 那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这位 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ADC 听说你刚才 把人家关门外了 我以为他是个松外卖的 松外卖能穿成这样 还抱一只猫 我所有把门关了 没盛装打扮一下 真是对不起啊 真是可怕 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 你想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想说点什么 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 这是什么可怕的人事啊 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猫 它要大饼 所以呢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你的猫叫大饼 跟我叫诚哥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问题 看紧你毛茸茸的小畜生 我问过锐哥了 基地里没有人对猫毛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 有 谁啊 我儿子 诚哥 你这不叫过敏 这叫食物链 你不能压一只小猫咪的天性啊 嗯 嗯 他的猫万一吃了我儿子怎么办 再买呗 买不起吗 你少掉几次分 少罚几次款 够你子孙满堂了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 保证你子孙满堂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诚哥要冒火了 小野姐 走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嗯 好 走 交给你了啊小胖 好嘞 不知道吧 除了赛季成绩 我们的战队人气也不错 你看 这设施 这装备 都是一流的 差不多得了 小任 待会儿你安排一个人 带他去一趟超市 呦 确实啊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 肯定是要买点正用品什么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确实得安排一下 诚哥 再去吧 嗯 我记得我刚刚说的是 你安排一个人 对啊 我安排成了你了呀 我很忙 忙着调分吗 你已经少允断位了朋友 所以我才要忙 后两天要月底考核了 嗯 两天时间从少允到京都之主 诚哥 你当自己是神仙啊 嗯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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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总 您早回 来来来 咱俩双白 好 好 中文字幕——YK